一名男子走在轨道上摇摇晃晃 从右方的轨道移动到左侧轨道 民众目击觉得好危险 万一这时候火车经过该怎么办 民众拍下画面 直击男子在铁轨上闲晃大约四分钟之久 虽然过程没有列车经过 但还是令人捏把冷汗 甚至还有网友说 其实当下应该会有一列自强号通过 但当天疑似污点才没有酿成意外 其实轨道沿线的缺口都有设置围篱 栏杆等设备防止民众违规穿越铁道 而该民男子疑似是从清水车站 北侧翻越了栅栏后一路往北走 这个太危险了 也不要带头这样走 生命很宝贵 不要做得很不好的示范 依照铁路法第57条及70条制规定 违反该项规定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还 后续本分局将调查 厘清案情依法侦办 负责管辖的铁路警察局表示 目前没有接获报案 但男子的行为已经触法 最终可以开罚5万以下的罚还 民众别为了好玩入侵轨道 万一发生危险非死疾伤还会影响列车通行 民事新闻许家城林子强林静龙 台中报道